这个长得像箱子的箱子是个神奇的箱子 里面装着一个扭曲的像皮皮虾一样的男人 只要狠狠揍他一顿 嘴里就会吐出大量的纯银金币 这样的箱子你想要吗 想要的扣666 就在昨天老六还是一个三无青年 正在机场等待取行李的他刚和朋友发了一回短信 结果一抬头 机场已经空无一人 工作效率极高的工作人员已经下了班 就在这时 最后一个行李箱转了过来 老六也没多想直接拖着箱子回家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箱子其实还在传送带上 回到家里 老六坐在沙发上看着小五电影解说 旁边的箱子好像动了一下 紧接着里面传来了声音 老六被吓得一机灵 以为是室友的恶作剧 但是箱子里再次发出了求救声 蒙圈的老六瞬间蒙了圈 他赶紧打开箱子 直接把他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只见箱子里面竟然塞着一个活生生的男人 扭曲得像一个无脊椎动物 为了防止他窒息而死 老六急忙把他的头拧了721度 男人告诉老六 被塞进了箱子里 他请求老六帮自己从箱子里弄出来 老六用右手抓住他的三寸金帘 想要把他拉出来 伴随着一阵惨叫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枚纯荫的金币从男人嘴里吐了出来 原来男人只要感觉到疼痛 就会从嘴里吐出金币 他告诉老六只要把他救出去 中途产生的金币都可以给老六 说完就晕了过去 穷了几十年的老六立马心动了 他把行李箱拉好拖回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眼前的箱子 老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条中年男孩太诡异了 只要身体感到疼痛 嘴里就会源源不断地吐出纯银的金币 老六立马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室友和前女友 打开箱子后两人被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扭曲的像皮皮虾的男人躺在里面 前女友想把男人拽出来 结果下一秒 他的嘴里果然吐出了一枚金币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你不一定打得出来 室友捡起金币一看立马有了主意 他把自己一夜报复的计划告诉给了老六 老六还在犹豫的时候 室友拖着箱子来到楼梯口 二话不说直接一脚踹了下去 下一秒 一大锅金币瞬间散落一地 三人高兴地立马露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五个表情 这简直就是一栋的取款机啊 最终老六同意了保留箱子两天时间 时间一到就立马想办法放男人出来 接下来的男人就惨了 几人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 老鼠家老虎钱全部用上 三十厘米高的恨天高直接踹上去 就连跑步机都派上了用场 随着金币不断地吐出 几人的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 什么不贵不满什么 开始不停地挥霍 仅仅一天的时间 几人就用了九百多种刑法 但是人心不足舌吞向 这些普通的小打小闹已经满足不了几人 为了得到更多的金币 他们直接拿出了十万伏的高压电 对着男人直接采取了电机疗法 强大的电流电的男人嗷嗷大叫 嘴里的金币也在成敦地向外吐着 这条中年男孩太惨了太惨了 他被电的不停地向外吐着唇吟的金币 原来他被别人吓了诅咒 只要感觉到疼痛就会从嘴里吐出金币 几个贪婪的年轻人知道这个消息后 一天时间就用了九百多种刑罚折磨他 男人被电的直抽抽 眼看男人马上就要挂了 良心发现的老六觉得应该收手了 但是室友和前女友已经被金钱所蒙蔽 不仅没有收手 反而加大了电量准备获取更多的金币 无奈之下老六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前女友一把夺下他的水果十八 框框就是两锤子 接着又送了老六一锤子 晃晃悠悠的老六想要下楼 前女友立马追了过来 刚准备再送他一锤子 老六就直接从楼上滚了下去 眼看闹出了人命 那就准备跑路呗 但是跑路之前必须要大赚一笔 两人刚准备把电量拧到底 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男人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紧接着箱子里冒出了滚滚白烟 一个长得像怪物的怪物爬了出来 吓得两人憋了72小时的尿 瞬间拉不出来了 怪物直接变出了两个行李箱 将两人塞了进去 画面一转 箱子里的男人出现在了机场 这次他带来了几十个一样的箱子 准备发到全球各地 箱子里传来了一阵阵嘶吼声 这么神奇的箱子你想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